第二百二十一集 那些碎块不停抖动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聚落 像是在慢慢地拼接 逐渐形成一个老鼠的大形状 花娘也发出一声惊恐的声音 开始往相反的方向滚去 可那拼接起来的老鼠居然活了 嗖的一声就窜了过去 眼看着花娘却要钻进泥浆里 老鼠一头插进体面砰的一声巨响 那个泥团便被炸得稀巴了 撒得哪哪都是泥浆 而且还冒着一股白烟气味特别刺鼻 老鼠的身形是没了 零零散散的泥浆上却有一些破碎的肉团 应该就是花娘 花娘死了 就这么容易死了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上前走了两步之后 就见其中一块较小的肉团正在往土里钻 我喝了一声拿里头 本来想直接扑上去 用手把它给捞出来 可又怕伤了自个儿 就拿起墨盖使劲地弹 可惜最终还是被它钻了进去 没了眼了 花娘走后 我的心里有些兴奋 真没想到 最后救我们的居然是我吐出来的老鼠 这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兴奋劲过后 我就又紧张起了 因为老爷还在附近 没了花娘这个威胁 他肯定就要正大光明地来抓我了 果然 就在我们四下观望搜索的时候 老爷的身影再次从一棵铜树后钻了出来 一脸坏笑地朝着我们这边走来 边走边说 哎哟 想不到啊 想不到 这么多年了 你终于开窍了 看来 我们得抓紧时间咯 我冷哼一声 说 确实 这么多年了 咱们该有个了断了 你害死我弟弟 害死清清 还有唐师傅 这些仇 我都会招你报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就不断浮现出弟弟死时候的模样 那一身的疙瘩 可流出来的浓汁还有轻轻临死前给我发的那些短信 宣音大师那慈祥的笑容唐师傅临死前那无奈和苦楚的笑都仿佛化成一股力量 再告诉我要为他们报仇要杀了 要杀了眼前这个恶魔 你说错了 老爷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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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有一天 你会为你做的这些付出代价 我定会让你魂飞烟灭 我恨恨地说道 可他见我越是这样就越高兴 用手挠了挠痒痒之后 就继续说 其实吧 我和金船对你的威胁并不大 你想想 这么多年了 我们如果要杀你 肯定早就杀你了 他们说的没错 你的身体确实特殊 但是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 真正的威胁不是我们 而是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呢 你还一直蒙在鼓里 哎哟 真是可怜呐 老爷说完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响 我最亲近的人 不 老爷是什么人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此时说的这些话 肯定是骗我的 我要是进了 便是上了他的狗当 他在 扰乱我的思绪 我这次玩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